18. 新快報 首屆廣東青少年兒童電影周首映 2015年7月13日新聞如娛樂A26流煙高原新快報記者流煙實習新高原文攻吉林圖 7月12日上午,經廣東省新聞出版廣電局批准 由廣州市天有未成年人權益基金會、廣東省電影行業協會共同主辦的 廣東首屆青少年兒童電影周在廣州保利國際影城舉行首映儀式 其主題為穿越父母的童年時光 儀式上,廣東省電影行業協會會長林西平致詞 現在商業電影很多,可視有聲並不太適合孩子看 所以我們公益播放一聲級孩子帶來歡樂的電影 讓他們生活中有更多歡聲笑語 據悉,本次開幕式所播放的電影乃快樂倒其餘 其原名為歡聲笑語 編劇正是林西平 影片曾榮獲當年國家廣電部的優秀影片獎 其他兒童電影環有者的假期特別長 TV小子等 此次活動篩選了我國90年代初出品的數部製作精良 富有教育的優秀青少年兒童電影故事片 將在廣州保利國際影城公益放映一週 請教育的優秀 證書 請教育的優秀 請教育的優秀